这场比赛是今年新乡世界杯总决赛女子丹打 四分之一决赛中的一场焦点中日大战 对战的双方是国平女队的绝对处理 孙影沙与日本女队的老一代顶尖人物石川家锤之间的面对面大战 其实这场比赛还没有举行已经失去了选择 目前的孙影沙强大到已经是全世界国队数 孙影沙一个人绝可以对抗整个日本乒乓酒女队 无论是日本乒乓酒女队的老一代石川家成 中生代的宜藤美城早天新纳和平原美衣 或者是新生代的牧原美佑长期美佑 对战孙影沙都没有取胜的任何希望 现在的孙影沙打石川家成 有如成人打小孩 三局比赛下来 整个比赛的过程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石川家成竭尽权力拼尽权力 却丝毫对孙影沙勾成不了任何威胁 这就是孙影沙的强大之处 这就是国平女队的厉害的地方 看这场比赛非常过瘾 看这场比赛非常有自豪感 国平的强大 中国人的自豪 从这场比赛当中 具有可以体现出来 我们共同来看 好的 这样 把握住 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特别的合理 好 所谓男性化打法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就是一旦有机会 直接就是出手加质量下分 变化快 然后处理球的这种节奏的变化 哇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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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 这个战术现在真的很 其实沙沙这种衔接啊 都是非常好非常快的 所以想拼命的加质量 嗯 还连续的正手 我时代的这个女子打法 其实还蛮明显的 就是沙沙会主动进攻更多 我会打的 我们来看双方第三局 发球的这种多变啊 长短包括两边 对 是结合的很好 对 石川始终是就没了 嗯 沙沙其实这几局吃的都是长的 短的一个是穿的这个长的 嗯 稍微一注意 四比一 孙云莎领先 沙沙的发球 你看明显的这个 就是明显的 沙沙一定要有准备 好 嗯 还得吃饭 嗯 像正常 你看这个薄沙就 四比一嘛 整体的局面还是完全在沙沙的掌控当中 因为像石川当才就是暂停 尤其是就是直线 你看沙沙正手锁的全是直线 这时候要收住手啊 收住手 太简单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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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